抱歉 林总 卫总 他来电话 他说你要是再不接的话 就打给总裁办了 林总 家里有点急事 我接个电话 抱歉 喂 怎么了 有什么事不能回家说吗 卫明 我叫你现在 立刻马上给我回家 我现在真回不去 正在开会呢 我不管 你要是不回来 你就别想再见到我 大妈 大包小包呢 什么意思啊 有些人啊不请自来 还自说自话的 要在这儿常住 秉密 妈 你回来了 上了一天班 辛苦了 辛苦了 姜妈 小姐 赶紧 你们两个怎么了 前两天你表哥来问我们 说什么时候去住别墅 我呢喝多了 这牛皮就吹出去了 说马上就搬 你表哥当生了就 就搬过来住 这不是胡闹的吗 住房子不得你请我愿吗 你们两个默默开面子 我去跟她聊 你敢 你现在把人家赶走 不就等于告诉人家 我们的别处泡汤了吧 那 那你让我搁你妈的脸 往哪儿搁 就是呀 妹妹 你现在又不是没有地方住 你空着这么多房子 空着也是空着 我和你爸爸搬过来 帮你好好地照顾小焦 你们家那个阿姨啊 你们家那个阿姨 成天板个冲脸 让你受委屈了 他们也是关心你 才想着搬进来 能就近照顾你 有他们这样的吗 连招呼都不打 说住进来就住进来 这算什么呀 是先斩后奏还是耍无赖啊 你这话就过分了 他们是我的爸妈 也是你的长辈 他们不敢打招呼 就怕看到你这种态度 他们知道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不答应 我是不会让他们住进来的 其实 他们一大把年纪了 还要患得患失 看儿媳妇脸色过日子 我这做儿子的 心里也不是个滋味 如果你不开心 我现在就让他们走 那你以后别来 卫明 我不是那个意思 阿姨 我记得你说过 你最大的遗憾 就是过早地离开了父母 没有体会到家庭的温暖 你想想 等我们的宝宝出生以后 要爱他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该有多好 怎么啦 怎么了 小心小心小心 明明啊 你要给妈妈做主啊 我好心好意给她做吃的 她不吃就算了 她还不领听 她 她把碗还给砸了 姜妈 你先少点说 又拿走主 怎么了 说得好听 她那是做给我吃的嘛 她那是做给小的吃的 我说了多少次了 我不喜欢吃油腻的东西 她非便着法地逼我吃 还把姜妈给我做的 营养餐给倒了 你那个什么营养餐 青菜们两三根 有什么没有的 这个小孙子肚子要饿的呀 对吧 好了好了 就是 你现在都是当妈的人了 你自己不吃就算了 那你也得为孩子着想 对不对啊 是吧 孩子孩子 什么都是为了孩子 我看我在你们眼里 就是一个生孩子的机器 你不要上干上线了 现在有人自会给你做吃的 你还不满足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的条件 哪有这么好 你还太不像话了 你小点儿 未免 我告诉你 这个家里有他们没我 今天他们要是不走 我就回我爸妈家 你 你不要吓唬我 你不要吓唬我 爸 你别说了 你不要吓唬我呀 你不要吓唬我 我告诉你 佳怡 别生气了 我们老了老了还受这种窝囊气啊 我养你这个儿子有什么用啊 有什么用 你们今天晚上先暂时住在这儿 过两天 我给你们找个房子 肯定条件比这个好 都说养儿防老 养儿防老 我看你明明是 娶了媳妇忘了娘 娶了媳妇 你忘了娘 你忘了娘啊 反正啊 江州我们是待不下去了 我们回老家 要是有人问 我们就说 养了个没良心的白眼狼 我也是暂时没办法了 佳怡现在怀着孕呢 总不能让她大个肚子回娘家吧 那她父母该怎么想 早知道是这样 就不让你跟她好了 你爸爸说得对啊 这个林霜虽然和我们不亲 可是她从来都把我们伺候得 舒舒服服的 拿下那个什么娇娇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我说得不对了 你们就当为了我 暂时委屈两天 等佳怡气消了 我一定想办法 让您二位再搬回去 我还没想办法 好看好看 人家看个电视你干吗呀 你吵到我睡觉了 我怎么吵到你睡觉了 我们还没说你呢 你还好意思讲 都几点了你还睡觉啊 就是 这里是我家 我想睡到鸡垫就睡到鸡垫 这还是我儿子家呢 我看看电视我怎么了 你也说了是你儿子家不是你家 你们是来做客的 客随主便懂不懂 你们要想在这里继续住下去 就要守我的规矩 我 你看看 像什么样子 还有没有把我们两个老子 放在眼里啊 别生气 别生气啊 一会儿血压又上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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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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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嘛 张妈 张妈 没看见那么多脏衣服吗 拿去洗啊 快点